但凡是转变 肯定会遇到很多的瓶颈和困难 其中最主要的 就是从一个比较高收入的 一个算是白领的职业 然后过渡到一个普通的汽车编辑 很多人觉得说我把钱挣够了 然后去想办法再去找回自己的兴趣爱好 但是我觉得可能那不太可行 一定是要在你还有精力比较充沛的时候 就要去追逐自己的梦想 去尽可能的能够多获取一些收益 来保证自己这种兴趣爱好往前去推进 也是因为做过汽车媒体的这种经历 所以我不想说只是很简单的 比如说掏出手机来简单的拍一段小视频 而是说同样也要用更专业的这种手段来呈现 这也是后来研发 车载摇臂包括最早DIY无人机来实现更好的视觉效果 通过对国外很先进的技术不断的认知 理解和学习 然后用自己这种DIY的精神通过比较低的成本来实现这些拍摄的效果 我们自己DIY卡丁车主要是觉得国内在我们所做的这一个层面 它是有一个断层 因为很多人都很崇尚说性能非常好的竞赛级的车辆 但是那个车其实是很多普通的消费者和玩家根本没法去染指的 但是绝大多数人他又不愿意去接受这种游乐场性能受限的这种娱乐 所以我们是想做中间这个层面 有一定的驾驶乐趣 同时又可以说控制一个比较好的成本 让更多的人能够参与进来 能够把这个车甚至装到自己的私家车里边 带到你想去玩的地方去尽情的去放飞自我 我们不断的在这个过程当中会去把我们坐车的过程和我们测试 以及玩车的这个过程和状态都通过视图记录下来 然后把它放在互联网上去分享 在多个平台上面进行分伐 但是很多平台所收到的互动量非常的小 它们可能更倾向于是那些大动性的这种娱乐的内容 但是在堵车地的这个车友圈我们进行分享之后 通过这个堵车地的大数据 它可以比较精准的把我们这种比较小众的内容去进行很精准的增发 让很多和我们有共同兴趣爱好的人 能够看到我们的内容并且产生共鸣产生互动 同时又给我们提了一些很有意义的一些建议 让我们把我们坐的这个车辆进一步的完善 甚至可以少走很多的弯路 有很多朋友通过这个车友圈和我们结识之后 也愿意参与到我们当中 一起去把我们共同的兴趣爱好往前去推进 最开始我跟尼哥认识也是通过堵车地平台 看到尼哥发的一些视频也是我特别喜欢 当然因为我个人特别喜欢车 最开始只是存在一个喜欢 到后来已经是成为和尼哥当作一个事业去做 出于热爱 完全是纯粹的热爱 一直到今天 三十多年 热情不严重 我对这卡丁车是特别的值得的 我原来是有一个餐厅的 我是餐厅的收入 然后养着我卡丁车的这个爱好 这枝刚也是迷人 所以说机缘角合有共同的爱好 共同的话题 所以我们在卡丁车这方面的交流比较多 我希望可以继续在堵车地的车友圈 把我平时这方面兴趣爱好的内容 包括我们做卡丁车 做车载摇臂的这些内容进行视频 包括直播等等这些方面的分享 可以继续和关注我们 和我们一起前进的朋友进行互动 去做的更好 去享受更有意思的生活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